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在减肥期间一份有营养 低脂低热量的减肥仓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就用生菜给大家分享一道 我减肥期经常吃的 低脂又美味的营养仓 学会这个做法 一个月让你轻轻松松就能受上十斤 并且不用节食 每天吃饱饱也能受还不反弹 大家一起跟着视频来看一下吧 生菜里面含有丰富的水分 氨基酸以及维生素 尤其是含有大量的B组维生素 热量比较低 很少增加体内的热量 每天多吃生菜对减肥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们先把生菜掰下来 然后再把生菜放入盆中 加入清水 用清水把生菜清洗干净 减肥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必须要有毅力 科学有效的减肥方法就通过长期坚持 控制饮食实现的 减肥期间食物选择要以清淡为主 最好是每日三餐 主食不要超过100克 早餐建议多吃绿叶蔬菜 高蛋白也有营养的食物 比如说生菜 白菜 菠菜 芹菜 冬瓜 鸡蛋 牛奶 等等 清洗干净的生菜 我们再用力把生菜里面的水分给它挤干 然后放在菜篮这里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小把的金针菇 我们先把金针菇的根部给它去掉 适当的吃一些金针菇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因为金针菇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可以有效的起到增加饱腹感的作用 同时本身食物的热量也比较低 而且也是一种低纳高脚的食物 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起到帮助降低血脂的作用 减肥期间可以多食用一些金针菇 同时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其他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主要是要控制好饮食总量和饮食的总热量 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剪好的金针菇我们用手把它掰开一下 方便清洗 再把金针菇放到清水里面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我们同样把它挤干水分 然后我们再把金针菇切成小段 金针菇被称为长道清道夫 金针菇含有大量的不溶性善食纤维 可以有效的促进肠胃蠕动和促进大便等排出 可以缓解便秘和促进油脂排泄 所以减肥期多吃金针菇 对减肥是非常有帮助的 金针菇全部切好把它装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把控干水分的生菜同样切成小段 生菜一次可以多食用一些 因为它的饱腹感非常的强 热量又比较低 所以减肥期间多吃一些生菜非常有好处 生菜我们可以把它切碎一些 切好的生菜同样把它装入大碗里 然后我们先用筷子将食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我们在碗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调一下味 再用筷子将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鸡蛋含丰富的蛋白质 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要的优质蛋白质 并且鸡蛋的热量也是比较低 在减肥期间我们可以每天吃上一至两个鸡蛋 这样对减脂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最后再加入一勺黑全麦粉 黑全麦粉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 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里面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热量也比较低 吃一点饱腹感就很强 可以减少其他的食物摄入 里面我们还可以加入一点点13香 或者白胡椒粉来调味 然后再用筷子将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鸡蛋生菜金针菇黑全麦粉 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最后搅拌成像这种比较粘稠的糊状就可以啦 接下来再准备电饼铛或平底锅 然后刷上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再把调好的食材全部倒进电饼铛里面 再用刮刀把食材摊开摊平摊成饼状 把表面整理平整后 然后把电饼铛的盖子盖上 开低档上下加热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后打开盖子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麦香味和鸡蛋香味 特别的香 然后我们再借助一个盘子 把鸡蛋饼给它翻个面 这个时候的饼还是特别的软 翻面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然后再整理平整 整理平整后继续盖上盖子 同样用上下盘 继续加热三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句留言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就请给我点个赞关注一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 三分钟后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我们的鸡蛋全麦饼就做好啦 用刮刀轻轻的按压能快速回弹 证明这个鸡蛋饼就已经完全的熟透了 现在已经两面煎至金黄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啦 然后放在案板上 用刀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这个生菜鸡蛋全麦饼 热量非常的低 特别容易饱腹 并且含有粗纤维素 特别适合减肥期间食用 减肥期间如果不知道吃什么早餐 可以这样做这个生菜鸡蛋全麦饼来吃 它不仅可以当早餐 还可以当我们全天的主食 可以让你吃饱也不长肉 并且减肥成功之后也不容易反弹 减肥成功的关键是控制一天当中的总热量摄入 只要热量摄入少了 再加上适量的运动 体重慢慢就会降下来了 如果你也正在减肥 又不知道吃什么好 不妨把这道生菜鸡蛋全麦饼收藏起来试试 不仅百吃不厌 还特别的营养又健康 吃饱还能瘦 而且饱腹感还特别的强 不容易受饿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可嘉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